大家好,歡迎回到芒香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1年3月7日星期日中午時間 今節有我許留生,還有我們的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馬來西亞的全能戰士大馬Sir馬來勁 馬來勁 還有澳洲熊者餅珍BC 你好,大家好,翠時珍迪好 還有紐西蘭的伊德泰洋 大家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言最重要是訂閱夢想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蒸香波浪費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 繼今個星期最Hit的話題都可謂 這班人,泛民47人被起訴村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這個問題一個星期過去風雲再起 由他們上個星期天說要去警署提早報到 就即時知道都時辰到了叮噹噹噹噹 X鐘為誰而敲呢?原來就是為他們而敲 當時他們就說,哎呀,這個鐘是為什麽政權而敲 過去啦,也都說什麽手足啊那些定點啦 也都有少少人回來啦,那些什麼送車司啊 那些手機變盞燈那些什麼燈海啊,叫他們回來啦 甚至乎有些人就說一天三餐就這樣吃東西就當是支持啦 吃這些贖罪餐啊,不是贖罪卷啊 贖罪餐啊 贖罪餐啊,就是覺得,哎呀 我們有一段時間沒有來支持夏文豪的啦 那現在呢,你吃個餐就當是叫做抗爭嘛,是吧 哦,這樣 都可以的,他們自己喜歡啦 他們喜歡,開心覺得舒服就行了啦 不過如果你問我呢,我其實想回呢 很多事情呢,都會令到大家其實都還是很不舒服的 就是說,不是整件事都完了啦 但是對於某一些人來講,那個傷痛啊 那個樂人啊,甚至乎呢 例如給他們seabird那些人的那個心理陰影啊 或者甚至乎有一些案件還在審還是怎樣 其實啦,好像靜了下來這樣 但是,其實這些人呢,或者這些事呢 是未能夠完結的,是吧 是的 那要說回了,嘩,厲害啦 李家超啊,又繼續施展他這個叫做十萬福德電擊啦 那又出了一篇網誌啦 那當然啦,局長這些呢,很少可呢 就在咪兜裡,在那裡狂說的 有時候呢,寫這些網誌呢 我覺得都是好的 那大家一來呢,可以詳細些 整件事這樣聽回去,那個常文下理究竟是怎樣 那也有很多人呢,不單止 那些,李家超呢,喜歡寫這些網誌 當然他們是一個責任來的,所以要寫啦 這個律政司司長都喜歡寫的 但是呢,可能又會被那些什麼《洞房日報》 罵他什麼懶惰啊,是不是不敢面對群眾啊 又什麼不敢說 就是你還沒消化啊,那篇說什麼呢 你就已經先罵了 我覺得這些真的太好笑了,是吧 那我們看一下,這次呢,保安局局長呢 他這一篇的呢,那個核心在說什麼呢 嘩,我聽到一句了,簡直是大快人心啊 我這裡說出來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那講開這個叫做《香港國安法》啦 那他就有講了一段的喔 第六條呢,也都定名了啦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的完整呢 是包括了香港同胞在內的 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在香港的特別行政區啦 任何的機構啦,組織啦,和個人呢 都應當呢,要遵守這個叫做《港區國安法》的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啦,有關呢 維護國家安全,和其他法律的喔 不得啊,從事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 那也都說啦,一直以來啊 特區政府呢,都是堅定不移這樣呢 並且,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的 也都堅定呢,要維護國家的主權 和安全利益發展的 那好啦,時光飛逝 這句他沒有一個惡家啦 回想起幾年啦 在這幾年呢,特別啦 是2019年的動亂以來呢 立法會,亂象貧生 超出了理性的討論 甚至乎,意圖癱瘓立法會的運作 阻撓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啦 有關的場面呢,歷歷在目啊 有前立法會員呢,動不動呢 就妨礙立法會人員呢,執行職務啦 令到立法會呢,不能夠運作 阻礙法案的通過 並呢,參與非法集會 和公開支持暴力 還竟然呢,和暴徒 寫得明啊,暴徒 手足相稱啊 枉固市民利益 员文啊,他寫著 黑球 黑衣的黑,黑球 和勾結外國這個干預特區事務 和這個制裁的 和制裁香港 更甚者啊 連結了顛覆的勢力呢 說要攬炒香港 哇,要脅迫中央人民政府 和特區政府啊 這些這樣的亂象呢 是簡直呢 要香港呢 和他們一起挑捱 將香港的市民呢 推進深淵了 哇,剛才呢 我讀這一段網誌出來 大家是不是馬上出現很多人出來 嗯 尤其是那些泛民 我一聽到黑球那裡 我馬上想起郭榮鏗那些 那些公民黨 支持暴力 我想起梁家傑 暴力有時可以解決問題 沒錯 是的 一說到攬炒那裡 就馬上想到戴耀廷 真攬炒十部曲 是香港的命運 是 手足相稱就是鄺俊宇 叫做Well done嘛 叫做手足好耶 做得好 是 即是Well done 有講有笑 跟那些暴徒 還有啊 許智峯也是 其實都是跟那些暴徒相稱的 雖然跟廚房那個暴徒 是有點類似牙齒人 她都是 其中其他呢 全部都是 大家守足情深的 是吧 我覺得這一篇 講得相當之好 其實都講到明的 就是那個 香港國安法裡面 第六條已經講得清清楚楚 現在可以說你們這幫貿易自己拿來 李家超講出你們這幫人這段時間的脈絡究竟是怎樣 還有你們要癱瘓那個立法會或者阻撓那個特區 其實不單止你們沒有35家之前 你們其實已經在做著 琴桌、訂東西、跳又什麼樣的 那就是一件事 尤其是那個范國威 什麼又達到攤攤腰 後來又沒得做立法會議員 之後再炒一些小學雞、牛頭角順嫂的議題 例如叫做港版健康碼 後來的安心出行 可以說一下 安心出行已經超過接近 好像差不多400萬左右 BNO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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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吵這件事 BNO的apps 哎呀死了 為什麼登記了一些 明明已經是給了資料的 但經常都寫著還沒得 打那個熱線去詢問一下 不過要收錢的 現在在吵這些 哎呀可能有五項是要他們幫忙處理的 哎呀明明有的 你的email都回覆了我 說已經是有的 但是你的apps又說我還沒得 哦 那是可以還是不行呢? 他們又一糾纏著這些 挺好笑的啦 那為什麼呢? 說回這篇網誌 為什麼局長呢? 會有這篇網誌出現呢? 那它的標題是寫著的 堅持愛國者治港元渣 就會令到香港就更加穩步向前 是 那原因就就著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四次的會議 因為正在審議中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的決定 就是草案的那部份 大家都知道的了 出現了一件叫愛國者治港 撥亂反正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 保障香港特區七百萬市民的福祉 重要的舉措 作為特區政府負責保安政策的官員 他會全面支持 這一次對完善選舉制度的決定 我看到這個叫愛國者治港 我現在其實都挺擔心這件事的 反而不是擔心那幫暴徒 那幫暴徒你其實都看得出來 我們有一節都說了 他們紛紛開始這個叫做真切割 不是真普選 是真切割 真攬炒 真攬炒是一部曲 不得了之後 變成真切割 越快越好的那些 鬥切 互相說我尊重你的決定 明白的 是不是 見智飲水 那些 他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 但我反而擔心就是有一些 現在他們過份解讀 什麼叫做愛國者呢? 咦? 我說我是愛國的 那是不是可以有份一起治港 就可以拿到那些議員的職位 甚至乎在香港 因為現在那個叫做泛民那邊 現在去到這樣的程度 你說叫他們表態要愛國 就未必可以了 究竟他們將來會何去何從呢? 但是這幫人未想到怎樣之餘呢? 其實有一部份人可能自稱 我愛國的人 他們又要做很多疑似很愛國的事情出來 例如可能穿了紅衣 家裡放些國旗 或者可能這樣那樣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有什麼人知道嘛 愛國的 簡直就是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能什麼愛國治港 你見過那些 例如那些什麼? 我見過一個很有趣的 我們可以說一下 例如有些人說YouTube Channel 它會放一支 就是直接放到明了 有一支中國的國旗 接著矮一點就有香港那支的叫做特區的區旗 說自己是 有一種 扯了一些旗出來說自己是愛國那些 接著又說自己要傳承這些文化 是不是? 諸多事實 令你知道更加那些不知道什麼 惡形惡相那些 有些這樣的人的 就是要佔領了這個叫做愛國的高地 現在出現了一個這樣的熱潮 其實都挺令人擔心的 是不是? 就是 哇 你這樣叫愛國嗎? 我更愛國一些 然後互相鬥這些東西 就不是那麼好 是不是? 很肉酸 這樣鬥這些東西 就是鬥那個叫做愛國的表演 是不是? 這些東西沒有什麼鬥 這是一個個人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就是為了要這樣鬥才告訴別人 方式別人不知道他是愛國的 究竟這種這樣做的人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議席 沒錯 多數是議席 就是覺得想自己是治港的一部分 是不是? 那當然啦 如果最有認證的算不算是 就是貝貝斯曾經說過那位呢 脫離了中間牌的深藍愛國網紅 哇 貝貝斯都說你是愛國呢 我想你一定是愛到爆炸那一隻的了 是嗎? 是 那些應該要去清華 北京那裡 北京大學那些 趕快找一些課程去讀一下 以表示自己那種愛國的情操 他們流行私藝的 私藍章證書先啊 都行啊 將去美國 美國讀書 CBNO護照 私藍美國的證書 以表忠誠 是吧? 幸好我是北大 是啊 太遲了 不夠真BNO護照 愛國 那我們這就是一件事 還要私的是證本啊 不要私的影印本啊 最好就是放棄了那個學位 就是不要學位的證明 直接不要 他過往的工作經驗 曾經是美國的政黨工作過的 實習生而已 他可以說 吳少無知 吳少無知啊 這樣也可以 是啊 這是很明顯的政治聯繫來的 他是跟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有工作過的 是嗎? 做個實習生的 是啊 我是身在草營 心在漢啊 我只不過呢 進來探一探口風啊 或者來做這個潛伏內應啊 這樣啊 知己知彼 百戰不殘啊 現在已經回到漢營了嘛 那是不是應該要說出來呢? 當時你們做的事情做些什麼呢? 究竟現在你的立場是怎樣呢? 會不會還有繼續跟過往的民主黨 或者美國的共和黨的同事有聯繫呢? 這個是很需要的 澄清一下的 我認為 那是 回來了 十萬福特電擊呢 這一幫傢伙呢 已經可以說 完全是連反抗的力度 甚至是回應的氣力都沒有了 通常說 報了暴徒 只有暴徑 他們會說這些 現在沒有 他們已經罵了他們 說他們和暴徒手足相稱 等於廚房佬暴徒那樣 他們說我是不是暴徒 我是廚房佬暴徒 就是他要承認這些 究竟他們是什麼一種暴徒呢? 我覺得不是你自己說我不是暴徒 你說你自己不是暴徒呢?不行的 其實你問一下市民 究竟覺得這些會堵路啊 無端端撥爆港鐵啊 阻人上班叫人大三霸 假裝大三霸 你竟然跟我說這些不是暴徒 是不是?還有一張Seabird 很多不同的東西 汽水牛多彈子 最空殘的甚至是去到強水彈這些 這些真的 基本上不是人的所謂 如果你問我這些都不知道是不是暴徒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見到李家超出了這一篇 我也覺得是的 是不是可以令到香港可以穩步向前呢? 很明顯那個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呢? 當然是最好 但是有一部分人可能表面上告訴你 理性啊 理直氣壯啊 還是怎樣的 但是呢 他們做完的事情 可能會過分解讀了這個所謂的愛國者原則 還有呢 最怕的是什麼呢? 出現了一幫人呢 帶頭告訴你 我這樣這麼厲害的 這麼瘋的 這些才是愛國者原則的標準 這是香港來的一個很危險的問題 就是走向太偏激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那可能 哇塞了 那你就可以理治港 那我不是不能治港 是嗎? 那你真的贏了香港回來? 那我要再做 我一定要搶這個高地 那希望大家都回復理性就最好 好嗎? 權力是不是會利益分心呢? 都很律實 很多人都會的 那好啦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